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场比赛对于中国的选手顾辉来说的要顶着压力 面对于头顶上顶着无数个冠军头衔的头衔光环的波球呢 能不能正常的发挥或者是超常的发挥 我想在这场比赛里面虽然这个顾辉也打过这个全国泰拳的这个比赛获得过这个冠军 但是那个比赛结束结束结束 比赛结束了 比赛结束了 我故意 这个顾辉太快了 这场比赛说没有还可以继续打 但是这场比赛强度之后继续来 连续的顶线打轴 正灯 波球要冲胜追击 虎辉看能不能实现翻盘 再次扫地 不会太顽强太顽强了 我们想的站起来之后居然还能继续战斗 连续两个正灯腿来对波球 虎辉回复还不错 连续 连续 现在这个波球在收着这种打 他没有全力的打进对手 因为他毕竟由高扫上投之后 给了这个顾辉的强度 刚才是有刮凑到了护当 刚才这个高扫梯确实太突然 太突然太突然了 而且是一个变现的这个高扫梯 对我们现在看了这个波 现在还是有点这种 运运的还没有完全排过来 呃 这个波球 说好像自己这个护当有点问题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现在要终于比赛 要整理一下护当 再来 这样也给顾辉一个调整 休息的一个时间 也给他一个时间 因为我想今天啊这个顾辉 承受着巨大的一种心理压力 在跟波球来打比赛 这是一种呃 不单单是一种技术层面的比拼 更重要的是一种心理战 心理战 确实要看到护当的是有这个被这个好像膝盖对攻的时候有一些踢歪了 我们想啊 在今天这个比赛竞当中 顾辉现在这心理压力太大 你说他在一开局 他你像他的这种淋漓的这种拳法 因为我们知道他过分拳是很快的 拳重速度快 你在从波球比赛里面就几乎没有发挥 没有发挥 这是他的心理压力太大 心理压力太大 心理压力太大 这个时候波球还是在调整自己的护当 不会 不会 不要跟他结束吧 真的没有 在这场比赛 不会 进行的过程当中 虽然开局不立 开局不立 一个高手机上头 背着强阻 我们再看一下慢动作 看 就是这一腿 就是这一腿 我们所有人都以为 这比赛就要结束了 因为高手机杀伤率很大 你看 再看一下慢动作 在这是 非常非常非常刁钻的一腿 没有 真正打得吓死我 弱大吓死我 直接就凶了 虽然这个 通过场才的强夺 给了顾会环女的机会 是吧 但是我们看到 今天顾会的心理压力太大 心理压力 开局不立 就看 他通过这一段的时间的调整 怎么样 但是这个比赛里头 也出了一个小的插曲 就是 双方这个膝盖对弓的时候 这个武当可能歪了 对 对 那么又 呃 郭杰又换了个护葬之后 要继续重新上场比赛 那么通过这换护葬这个 一分钟的过程当中 就给顾会一个喘息的机会 是的 走 比赛继续进行 郭辉使用自己猛烈的拳腿组合 对 郭杰实施压力 因为顾会是个作品的缓架车 他通过这个短暂移动任务休息之后 他现在 信心给调整一下 现在他如果那种被动来的还没有主动进攻 对不对 对 是高手 是这个泰拳王 但是我还不至于灭后一这种程度 对 但是自己的并不是完全没有取胜的可能 因为只要把我的技术打开就行 是的 所以又所谓 你以为你能跟一个泰拳王子波球进行挑战 这种机会难得 是的 我们看到双方呢 又是继续进行到了一个正常的比赛的局面 这场比赛是泰拳规则的混乱决超级战 泰拳王子波球 对阵中国的酷刑者顾会 我们就从泰拳王子波球 你就看到扫踢的这种力量 是吧 双方一对腿就开场 上来之后顾会也是毫不给波球 顾拳套的机会 直接到了非常重的顾拳 打到了波球 波球表示并无答案 前蹬腿 直接上头 这个扫踢非常聪明 这个非常非常快 波球的一个带摔 双方在像拿这种把握 你拿不到的情况下 你这种 我觉得还要打这种中原基地 你打这种近战 又有走击的话 那你肯定不是这个部分对手 还要打一个中原 控制的距离 控制的距离 波球的扫踢 还有连环的袭击 都是自己的杀手键 正正腿 正正腿 反手 继续的蹊跡 继续蹊跡 继续蹊跡 波球实施 波球实施 波球实施这个刚才是不会实施这个反边拳 但是没有成功 高扫踢来对波球 正正腿 你就看波球的进步 你现在的竞争下落 哎呀 非常非常的 我直接就一个 他就一早听的第一位置是 你看就就听见那个小铁的部分 这场比赛完全是这个波球一种表演赛 波球现在是面露非常自信的微笑 这就是双方的力量对比赛 这个波球战绩绝对的有 有这个时候宋老师非常明显的看到 波球的信心的有所下降 他自己的这种非常擅长 这种果断的重心拳出不来了 不要打这种内部的战术 你根本不是的对这一手 因为波球对于他的心 就 你看 这种整个也非常非常弱 这种心状 这个要强毒了 这要强毒了 这要强毒了 一 二 看波球战绩能不能站起来 比赛结束了 但是波球战绩这是一种内伤 这是一种内伤 是的 这是一种内伤 波球他即使再站起来 也无法再继续站动 对 再站起来呢 波球战绩还是要保证这个比赛的一个安全的进行 当时是啊 确实啊 刚才这一幕 就在我跟宋老师的面前 像这种形式的孤敬 这种形式的缠暴 这种拳腿的力量上 包括对这个运动项目泰拳的理解上 从这场比赛 他知道 什么是天王 什么是波球 他这种打法 我这差距在哪 还是要去多去和这种真世界级的天王级的 可以说冠军的进行对抗 从而去更加的交流学习提高自己 对 你要打开的内围 你看 对 完全被你炸空了 我想怎么打 他是完全不在一个层次上面的一个非常细腻的一个内围的战术 你看那种希望 对吧 再看半段 看 第四次 郭球的双手游进拿到这个非常连续 第五次 第六次 实在受不了 实在受不了 一种非常 可以说非常粘着的非常细腻的这种看法 就是力量的无数发挥 这时候顾慧已经没有完全的这种防守能力 完全的防守能力已经没有了 非常细腻的 蓝方选手在第二回合1分51秒 请KO获胜 and the winner by the blue corner